今天给大家带来《聊斋志义之焦纳》 作者 蒲松林 有一个叫孔雪莉的书生 是孔子的后代 为人儒雅风流 擅长做妇淫师 他有个好朋友 在天台当县令 写信请他去玩 没想到 孔生到了天台的时候 那个朋友刚刚去世了 孔生身无分文 只好寄居在了普陀寺内 替和尚们抄写经文 普陀寺西百余部 有一座善公子的住宅 善家本是世家 因为打官司家道中落 都搬到乡下去了 这里便无人居住 只剩下了一座空宅子 有一天 大雪纷飞 路上不见行人 孔生从善家顾宅前路过 忽然看见有个俊秀的少年 从里面出来 看见孔生 少年连忙上前行礼问候 邀请他到宅内 孔生很喜爱少年 便高兴地答应了 进屋以后 发现并不宽敞 到处都悬挂着井莲 墙壁上还挂着许多古人的书画 孔生以为少年是善家的人 便没有询问他的姓名和家事 少年细细询问了孔生的经历 对他十分同情 说道 先生 何不在这里社馆教学生呢 孔生叹了口气说 我流落他乡 谁肯做介绍人呢 少年说 如果您不嫌我愚笨 我愿拜您为师 孔生大喜 怜称不敢 然后顺口问道 这住宅为什么长期关闭呢 少年回答说 这里是善家的宅子 善公子一居乡下 所以一直空着 我姓黄佛 老家在陕西 因为家中的房屋被野火烧毁了 所以在这里攒住 孔生这才知道他不是善家人 当天晚上 皇甫公子刘孔生住在了一起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天亮的时候 有个仆人在室内生了一盆炭火 公子先起床进里屋去了 孔生还抱着被子坐在床上 仆人进来说 老太爷来了 孔生吃了一斤赶紧下床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了进来 向孔生道谢说 多谢先生 不嫌弃小儿愚笨 愿意教导他 这时候 有人送来了棉衣 雕帽 鞋 袜 等物 孔生洗漱完毕 老人便吩咐摆上酒宴 吃完饭后 老人起身告辞 皇甫公子 拿出了平时的习坐 请孔生观看 孔生发现 本子里都是些古人文词 没有八股文 便问 为何不做八股文呢 公子笑着说 我不想考取功名 到了晚上 两人又同桌共饮 公子说 今晚我们喝个尽兴 明天我父亲 就不允许这样喝酒了 又对书童说 去看看太公睡了没有 如果睡了 你悄悄地 把香奴叫过来 书童进去后 不一会儿 进来一个身穿红衣的丫鬟 抱着琵琶 公子让他弹奏一曲 香飞 丫鬟拨动思弦 琵琶声激扬哀怨 和孔生以前听过的曲调 完全不同 公子又叫家人 拿大杯子来饮酒 一直喝到三更才入睡 第二天 两人早起读诗书 少年十分的聪明 能够过目不忘 两三个月之后 文章就写得非常好了 很快的半年过去了 孔生想到郊外散步 走到门口时 发现门上挂着一把锁 便问是怎么回事 公子说 父亲怕我因郊友 而分散了学习经历 所以谢绝客人来访 孔生便打消了郊友的念头 安心地住了下来 盛夏时节 天气闷热 皇甫公子叫人 把书房搬到了园子里 不料 孔生的胸部 突然红肿起来 一夜之间 就肿起来一个 碗口大的浓窗 而且疼痛难忍 孔生日夜呻吟 公子看护左右 都顾不上吃饭睡觉了 几天以后 孔生病情加重 不吃不喝 老太爷也前来看望 父子俩束手无策 公子说 孔先生病得很重 恐怕只有交纳妹妹 才能医治 我已派人到外祖母家 叫她回来 不知为何 到现在还是没有阴性 话音刚落 书童进来回禀 交纳姑娘回来了 还有一太太和松姑 也一同来了 皇甫公子急忙起身 进到里屋 不一会儿 便引着交纳 来为孔生治病 孔生见交纳 年约十三四岁 一双明亮的眼睛 清澈灵动 身材像细柳般 婀娜多姿 不由得精神一震 公子对交纳说 我和孔先生 情同手足 你可要精心地 为他医治呀 交纳文言 收起了羞涩的神情 亲吻长袖 走进病床 给孔生把脉 孔生感觉到 他身上飘过来的香味 而胜过兰花 令人心旷神疑 交纳笑着对他说 先生的病虽然凶险 但是可以治好 不过必须割皮削肉 说完 脱下手臂上的金串 把它放在幻处 慢慢地往下按 只见那个浓窗 往上突出 高出金串一寸多 而余下的肿块 全部都收在了金串之内 不再有顽口大了 交纳清仙罗衣 解下腰间的一把 短小的佩刀 一手按串 一手持刀 顺着浓窗的根部 轻轻地割下肿块 伤口处 流出了很多紫色的淤血 沾满了床地 孔生贪恋交纳的美貌 不知不觉地就做完了手术 交纳又用清水清洗了伤口 然后从口中吐出了一粒红丸 按住伤口边的肌肉上 不断地旋转 转了一圈 孔生便感到热火蒸腾 转到第二圈 觉得肌肉里隐隐发痒 第三圈转完后 感到遍体清凉 沁入骨髓 这时候 交纳方才收起红丸 吞入咽喉 对孔生说 先生的病已经完全好了 说完转身就走 孔生从床上一跃而起 果然好像从未生过病一样 孔生的浓疮治好了 可是呢 却添了心病 他对交纳一见钟情 日夜思念 皇甫公子却看在眼里 也猜透了他的心事 便说道 我想为兄长介绍一门亲事 孔生问 是谁呢 公子说 是我的亲戚 孔生沉思良久 回答道 不必了 然后对着墙壁吟诵道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公子明白他的意思 说道 我父亲十分仰慕你的才华 才想和你联姻 但是我只有一个小妹妹 娇娜 年纪还小 我的仪表妹阿松 年满十八 长得洛洛大方 她每天在花园散步 你可以偷偷前去乡看 孔生便按公子的指示 躲在乡房旁边 不久 果然看见娇娜 陪伴着一个漂亮的女子走过来 孔生仔细观看 只见他柳叶细眉 不太轻盈 和交纳不相上下 孔生十分满意 便请公子做眉 第二天 公子向孔生道贺 并吩咐家人装修了一间房子 替孔生办婚事 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 谷月大作热闹非凡 孔生感觉像做梦一样 时间过得很快 一天晚上 公子忧心地对孔生说 你对我学业帮助很大 我将终生不忘 最近善公子已经打完了官司 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了 我们打算回陕西了 恐怕以后很难再会 孔生说 我愿随你们同行 公子劝他回家乡 孔生想到路途遥远 而且囊中羞涩 感到进退两难 公子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 说道 不必担心 我送你们回家 这时候 太公带着松娘进来了 还赠给了他们百两黄金 公子分别握着孔生 和松娘的手 叫他们闭起眼睛 孔生只觉得身体飘飘然 仿佛在孔中飞行 耳边风声呼啸 过了半晌 公子说 到了 孔生睁开眼睛一看 果然已经回到了老家 这才知道公子原来是仙人 孔生满面春风的去敲家门 老母亲见到儿子平安无恙 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端庄的儿媳妇 乐得合不拢嘴 孔生见过母亲 才发现公子早已经踪影全无 从此 孔生和松娘在家中住下 松娘十分孝顺 贤惠 远近闻名 几年以后 他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小患 孔生这时候考中了进士 携家眷在延安做官 过了一段时间 孔生因指控上司违法而被革职 只是由于公事还没办完 暂时还没有还乡 有一天 孔生偶然到郊野打猎 途中遇到一位 骑着黑马的英俊少年 那少年看见他 便不住地打量 孔生仔细一看 竟然是皇甫公子 二人多年未见面 悲喜交集 公子邀孔生到家里做客 他们策马走进一个村庄 只见树木葱龙 遮天蔽日 进入家门 里面金碧辉煌 俨然是世家模样 从公子那里 孔生打听到 娇娜已经出嫁了 公子刘孔生住了一夜 第二天 孔生带着松娘又来做客 凑巧 娇娜也来了 抱起了小患 笑着说 姐姐把我们的种族搞乱了 孔生再次谢过 她当年的治病之恩 娇娜的丈夫乌郎 也来拜见孔生 他们住了两夜 才告别 有一天 公子忧心忡忡地 对孔生说 我家有大灾降临 您肯相救吗 孔生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事 但立即答应了 公子把一家人都叫出来 跪在堂上 拜谢孔生 孔生大吃了一惊 盲问原由 公子说 我们都是修道的狐狸 马上要遭雷霆劫难 你如果肯以身相救 那我们全家都能活命 如你不肯 就请抱着小患 快快离开 免遭连累 孔生发誓 与大家同生共死 于是 公子让他拿着宝剑 守在了门口 并嘱咐他说 雷击时 你一定站稳 不要动 孔生刚刚站好 刹那间 果然阴云密布 白昼变成了黑夜 孔生回头看看 不见房屋 只见一座高坟 像小山一样 下面 有个屋底的大洞 孔生惊魂未定 忽听得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风急雨狂 连老树都拔根而起 他的眼被震化了 耳朵也被震聋了 但是仍然屹立不动 在浓黑的烟雾中 只见一个怪物 从洞中抓起一个人 随烟直上 孔生看到被抓得很像娇纳 急忙跳起来用剑去刺怪物 被抓的人因此落了下来 这时候突然雷声大作 孔生被击倒在地上 当即死去了 过了片刻 天晴云散 娇纳苏醒了过来 看到孔生死在了自己的身边 边哭边说 孔狼为我而死 我还活着做什么 松娘出来和他一起 把孔生抬进了屋子 娇纳叫松娘捧着孔生的头 叫哥哥撬开他的牙关 自己拖起他的下巴 用舌尖把一粒红丸送入他的口中 然后做人工呼吸 红丸随着呼吸 进入孔生的喉咙 发出了哥哥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孔生活了过来 看见全家人都站在他面前 感到仿佛大梦一场 孔生认为这里不是久居之地 便邀请皇甫公子全家 和他一起回老家 大家都很赞成 只有娇纳有些犹豫 他担心婆婆舍不得丈夫 大家正在商议 忽然 吴家的家奴汗流浃背地跑过来 并告说 吴家刚刚遭遇到雷劫 全家都死了 交纳顿足大哭 众人安慰一番 决定一起搬走 孔生办完手中的公物 连夜启程 带着众人回到了家乡 公子一家找到了一处空闲的院子居住 园门常常繁琐 只有孔生与松娘来的时候才开启 孔生与公子两家人相聚 下棋 饮酒 聊天 就跟一家人一样